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某些东西给冻结起来 那你可以在你要冻结的地方画一条十字线 十字线的右下角这个储存格 你就游标放在这里就对了 十字线的右下角这个储存格 然后你可以跑到那个在我们的检视里面 检视里面就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冻结窗格 冻结窗格的地方你就选择一个叫冻结窗格点下去就可以 那你游标特别注意是在十字的右下角那一个点下去之后 这个时候你往下卷动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上面年有没有跑动 那你在向右卷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利率有没有跑掉 利率没有跑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冻结起来 当然你要移除的话也非常简单 你就在检视里面它冻结窗格这边有个什么呢 取消冻结窗格它就恢复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我想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99乘法表的部分 那下一次我们再从那个 这个大型四算表里面的那个函数 我再来讲 我想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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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